大家好 我是李双林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鲁班尺 鲁班尺呢 之前有个朋友问 说这个鲁班尺在风水当中的地位高不高 我们看风水是不是一定要有鲁班尺 因为民间嘛 有些老先生说 这个看风水很重要 这个鲁班尺很重要 包括这个北京大学有一个教授 做了一期饰品 他说他用尺子一量 就知道这家人的财运如何 健康如何等等 其实我们真正学习风水了才知道 这些都是不太可能的 什么叫鲁班尺呢 我们先要了解一下 这个尺都知道吗 这个鲁班大家不陌生呗 鲁班非常出名的一个匠人 可以说是木匠的鼻祖 也是民间法术的鼻祖 你看民间法术有鲁班尺 上册下册 都很厉害的 据说都是他的 包括他的弟子 你看咒语里面第一句话叫福怡 福怡 这就是他的一个徒弟的名字 他的一个徒弟 鲁班的民间有很多传说 那么其实鲁班尺就是鲁班当时用来做工啊 做木工发明的一个测量工具 一个尺子 最早其实就是一个弯尺 就是一个弯尺 现在木匠也有吧 现在的木匠也有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弯尺 用来测角度的这样的一个尺子 这个叫鲁班尺 但是呢 一些做风水的就把鲁班尺的后面 他就加上了一些吉凶的刻度 就形成了一个风水上用的鲁班尺 那么这个鲁班尺呢 形成过后不久呢 就又出现了一个尺子 叫丁兰尺 那么鲁班尺呢 是用来看阳宅的 它是以财开始 丁兰尺是用看阴宅的 它是以丁来开始 所以其实这个呢 它也揭露了风水当中的一个特征 叫阳宅管财运的阴宅管人丁 这样的一个特征 这样的一个特点 所以我们要明白啊 鲁班尺的一个发展历史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风水上 所用的这个鲁班尺 跟鲁班尺是没有关系的 只是原来用了而已 因为鲁班发明了尺子嘛 在这个基础之上添加了一些刻度进去 所以把它称为鲁班尺 也就是说如果鲁班现在还活着 或者说鲁班复活了 你把这个鲁班尺交给他 鲁班都看不懂 他都不知道这个是个什么东西 看不懂 所以跟他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一定要晓得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呢 他说鲁班尺是鲁班发明的 其实是说的这个弯尺 测角度的 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尺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的话各位买 网上都有买一个 上面有很多刻度 有很多刻度 这种 那么最上面的这一排 最上面这一排 从财开始的 这个财 最开始的这个字为财 然后财过了就是病 病过了就是离 离过了就是义 这个为鲁班尺 是用来测阳宅的 一般是用来说什么呢 比如测门的大小 测床的大小 包括就是测阳宅 和人有关的一切的大小 过去的木匠呢 在做家具的时候呢 是严格按照鲁班尺来做的 那么现在的一些木匠工厂也是 我在前不久呢 我去买个桌子 书桌 这个老板给我介绍 他就说我们这个桌子 都是严格按照鲁班尺的 极客度来做的 这样子来说的 那么丁南池 就是这个尺子下面的这一排 它是从丁开始的 就从丁开始 它第一个字是丁 第二个字为害 第三个是忘 第四个为苦 第五个为义 这样子 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 用法呢 就是测什么呢 测坟台的高低 测木地杯的大小 宽度高度这样子 用鲁班尺来测 在阴宅上面就这样 除此之外呢 这个丁南池还用来测 神坛 比如说家里面 你要做一个佛刊 比如说 就像我们要做一个佛刊吧 做一个佛刊 那么我们做这个佛刊的时候 它就会用鲁班尺测一下这个宽度一定要在极度上 然后测一下这个高度要在极度上 再测一下这个深度要在极度上 极度和胸度很好看 就比如说这个尺子上面 看上面有黑色的字和红色的字 那么黑色的呢就是凶 红色的就是极 这上面写的有什么大极啊 顺科啊 横财 这都是极 什么死别啊 退丁 失财 或者说死绝 口舌 这就是凶 所以丁兰茨呢 主要是用来看神坛 看坟墓 鲁班尺呢 主要是用来看阳宰和人有关的一切 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给大家介绍了 用起来非常简单 那么鲁班尺在风水当中到底有没有用呢 没有用 鲁班尺呢 就和这个 寻农杖啊 都是一样的 都是后面搞出来的一个东西 因为它在风水上是没有任何理论依据的 没有 没有任何理论依据 但是我们平时也会用 包括我这个鲁班尺有好几把 一个大一点的 一个小一点的 这个是买了一个三米的 很小 方便携带 还有一个十米的 大的小的都有 就是我们要对鲁班尺呢 树立一个正确的认识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大门不符合鲁班尺 并不代表就凶 如果真的凶 和这个尺度也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现在如果作为风水师 你去给别人看风水 你去亮别人的门的大小 发现这个门呢 是在孤寡上面 你说人家叫孤寡 那是不合道理的 风水也不是这么看的 风水啊 就是什么 方位和形 就两点 一个方位一个形 它才算风水 就是空间 就是空间的意思 方位形状都是在形容物体空间 但是这个跟空间没有关系 跟方位没有关系 跟形也没有关系 形状没有关系 它只是一个度数 所以呢 就是尺度嘛 只是一个尺度的一个数 它没有影响 我在之前的语音当中给大家讲过 如果我们去给别人做风水 比如说这家人要修门 正好他要修门 我们可以用鲁班尺 给他亮一个急的度数 让他心里面舒服一点 这个叫安心 门呢 尽量急 是吧 这个厨房的炉灶尽量急 家里面只要人要用的尺寸都是急的 那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这家人 他的门已经修好了 他的炉灶已经修好了 他什么都修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不要再去用鲁班尺量了 因为你亮了过后呢 你会给别人造来一个心灵的压力 比如说你去亮了过后 你说你的门呢 在死觉上 因为现在的人他又不懂 他一看到死觉两个字 他就想 哎呀完了我要断子绝孙了 正好可能家里面不顺 他就认为就是这个门的原因 他就去把这个门拆掉 然后又去换一个门 当然这样做也不是说就不好 而是说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 你在给别人增加麻烦 是吧 主人家增加麻烦 那明明是可以不去管他的 这叫没事找事 这个一定要晓得 所以 作为风水师 一个专业的风水师 你不光要技术好 你还要有一个直接素养 你不能去弄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去吓唬别人 你这样吓唬别人的话也不好 你看在佛学里面有布施 其中有个叫无畏布施 无畏布施就是要消除别人的恐惧 其实作为风水先生也好 作为一个算命的老师也好 心灵的老师也好 那么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消除别人内心的恐惧和焦虑 都是这个原因 如果你没有消除别人的恐惧和焦虑 你反而是在制造恐惧和焦虑 你就是罪过 不管你是真的还是假的 技术高还是不高 你只要能消除别人的焦虑 能够让一个懒惰的人振作起来 让一个想要自杀的人 重新燃起对生命的希望 那么你都是一个有功德的老师 你都是在做有功德的事情 而不是在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所以作为风水先生 我们去给别人看风水 如果别人家的门已经定了 你就不要再把这个尺子拿出来了 拿出来过后就是在给别人增加烦恼 因为它根本无关紧要 我们家做任何事情 我从来不看尺度的 从来不看 这个大家可能感觉 这个像我母亲也在说 她说你看你还是学风水的 人家都还要讲个尺度 你都不管 我说我不管那些 只要合适就好 对吧 这个门位置合适就好 方便就好 你不要去管那些 没有用的 这叫无关紧要的东西 可有可无 图一个心理安慰 跟风水没有半点关系的 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不能叫风水 那么现在社会呢 这个鲁班池呢 很多人把它称为叫风水池 这也是现在社会卖东西嘛 它是连池来卖 你看很多风水上的东西 弄到宗教里面去了 很多宗教里面的东西 弄到风水上来了 都是一样的 它这里面呢 有一定的商业产分 大家要理解 要理解 所以这个呢 没有必要去研究 用它也很简单 你一拉 一看 红色的就是鸡 黑色的就是鸡 非常简单 然后上面的意思也写得很明白 退财就是退财嘛 这个孤寡就是孤寡 劫财也是破财的意思 观鬼啊 就是小人 也是非常简单 非常好看 那么现在呢 在网上呢 有一些视频呢 一些人呢 讲这个鲁班尺 把这个说的神乎其神的 其实都是地门造车 真正的你去验证一下 你才会发现 它毫无道理 有很多门 它是不符合鲁班尺 但人家家里好得不得了 是不是 对不对 这个一定要明白 所以你只要去验证 你就会发现 它是没有道理的 即便有道理 它也是巧合 叫纯属巧合 你感觉它很有道理 其实它没有道理 这就是鲁班尺 所以今天给大家 做这个视频呢 因为我之前 一直想给各位讲一讲 一直忘了 有时候讲就讲忘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 鲁班尺 现在的这种鲁班尺 跟鲁班没有关系 鲁班就是发明弯尺的 是在最后鲁班 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过后呢 一些人呢 就在这个尺子上 加上了刻度 那么现在还有一种尺子 它是用十二掌声来确定的 就是掌声沐浴官代 民官帝王这种 这个民间在做三藏的时候 写这个隐魂番 就会用生老病死苦 生老病死苦 这五个字来做 就是这样的 五个字 生老病死苦 生老病死苦 一直往下 这是它一个尺寸的要求 这样子来看的 但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 大一点就大一点 小一点就小一点 无关紧要的 我们讲究一下也可以 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已经做了 也就不要去管它了 丁南词呢 就是鲁班词 稍微做了一个改动 稍微做了一个改动 没有根据的 都没有根据的 这样子 这就是鲁班词 大家一定要对鲁班词呢 树立一个正确的认识 在风水当中呢 有两样东西呢 经常会被一些人呢 误导 甚至有些人开培训班 就是教你什么 教你用乳班词 还收你好几万 这个有时候想想 真的是很愚昧的 第一个就叫寻农词 寻农障 寻农障 你用一个在转动这种 我之前做了一期视频 讲过 下面还有一个人呢 批评我 说我讲的不对 说这个东西是 感受天地的磁场 感觉挺有道理的 其实没有道理 因为这个东西里面 并没有磁针 如果有磁针 就和指南针是一样的了 还有什么区别 它没有磁针 它纯属一种巧合 转到什么方位 纯属巧合 寻农池里面没有磁针 没有磁铁 没有磁针 我刚刚说有磁针的话 它就会一直指南方嘛 所以它根本不可能 感受磁场 对不对 你感受磁场 你最起码要有磁性嘛 就是一个铜的 就是一个铜的材质 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 在这里面 贵一点的是铜的 便宜的就是铝的 合金的 这样子的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东西 很容易让别人觉得 它就是风水 其实寻农池和鲁针池 跟风水都没有关系的 你去翻遍了 所有的风水古籍 你都找不到这两样东西 这都是后面的人发明的 那么大家有人说 这些是古人发明的 古人的不一定就是对的 是吧 我经常给大家说 500年后我也是古人 对吧 我现在在发明的东西 500年后它就有道理吗 没有道理 500年前没有道理 500年后它还是没有道理 所以 古人的不一定是对的 像风水书 其实最乱的是哪个朝代 清朝 清朝的风水是最乱的 我们看的现在很多书 都是清朝的人写的 乱七八糟的 什么都有 他们都是古人 但不代表他们都是对的 有句话叫尽性书 不如无书 是吧 你太相信书了 你不如不看书 但是书呢 它也有几本是比较好的 就是说经得起验证 而且被历代的古圣先贤 所认可的 也只有那几本 其他的书都有很多问题的 特别是这个古人说的 一定不要迷信 我刚刚说了 500年后我也是古人 那么在听我讲视频的 大家所有人都是古人 对不对 那么你现在瞎编一个东西出来 他都是对的吗 不是的 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